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在成都 温鸭子这个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味道 依旧准时迎来了它的忠实顾客们 在四川成都 历来就有中秋节吃鸭子的习俗 以烟熏卤鸭著称的温鸭子 成为了这一天 许多成都人餐桌上的标配 我刚才给你个习惯嘛 国际鸭子都要在那买温鸭子 因为这个温鸭子是我们去农场 是出的一个小吃的 美国这一期我们都是不需要吃 这种的在温鸭子 每年都是这么多的 所以将近百年的老招牌了 温小鸭是温子传统制作技艺第三代飞鸭传承人 每年中秋节他都会专程来店里看一看 你人婆婆必须要拍变的 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 在中秋节期间 杀鸭子都是要拍变的 温鸭子最早是由温小金爷爷温茂森 始创于1905年的清光绪年间 他全部采用手工制作 一直以来 引起鸭肉具有色鲜味美 皮脆醇香的特点而大受欢迎 2016年温鸭子传统制作技艺 成功入选成都市集飞鸡项目保护名路 今年53岁的温小金 他之所以和鸭子结缘 与小时候的经历分不开 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有个桥 桥有个十字桥 父亲就爱在那个桥墩子上摸刀 然后有四块四半 都摸成那个半月亮形了 所以我经常都在上头 帮父亲摸刀 第二个木认的就 我就在做这些事情 在学这些事情 怎么卖怎么录 有了童年时期的耳濡目染 作为基础 高中毕业之后 温小金正式跟随父亲 学习温鸭子的制作技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温小金父亲温云昌 在成都青龙厂正街 创立了温鸭子总店 从那时起 温小金就一直在父亲身边帮臣 直到1986年 接管店里的生意 他从鸭子的选材 以及烟 熏 炉等等 各个环节都生得父亲真传 最早的春天就叫春鸭城市 而秋天了 孤子晚了就要秋鸭 就要肥后一些 制作温鸭子 选用的是一种生长了六个月 名为一点花的土鸭 它们个头肥瘦适中 每只重量都在三斤左右 经过宰杀 除毛等工序之后 就可以腌制了 在温小金的记忆中 给鸭子马岩 曾经对于年幼的它 是一件充满神秘感的事情 因为当年父亲温云昌 总是关上门窗 一个人在屋里 腌制几缸鸭子 调料的秘方 也只有父亲一人知道 温小金都是在成年以后 才完全掌握了其中的奥秘 我们四川的二花家 这个是少不得的 八个也少不得的 比心真香的 这个永远都要放 这个比例一定要拿好 你看我们这些盐 这个认识认识做 只有手工才完成的 要么塞这个喉咙 稍多要扎 薄的和厚的又不一样 不然这个耳朵都拔不到盐 弄出来就有不怪味 也就只有手工了 温润的土缸里 食盐与鸭肉充分地融合 形成一种与鲜食 截然不同的风味 温鸭子的熏制颇为讲究 必须用古草来生火 正是熏制时 燃料又改为了花生壳 鲜子主要是让鸭子 甘乖上好看 然后它真香 以前我们的花生壳 它很运劲 又是滴滴加挖起来 很绿色 由于花生壳的燃点较高 一旦点燃之后不易熄灭 这样保证的鸭子 可以持续用热烟熏制 以达到最佳的色泽与口感 熏肯是不会变的 一边一边都不会变 也是一种采燃成 这个永远都熏下去 在熏制完成之后 还要把鸭子再次晾晒 进行最后一次风干 腿还有点爬 今儿还没有起来个干的 这种鸭子 要点干 我撕出来才行 还凉一下 是很漂亮的 在温小金看来 为了烹制出好味道的温鸭子 每一个制作环节 都是不容忽视的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三面的强烈就是通风效果不好 通风效果不好 一亮出来的鸭子就是 干湿度不一样 它就影响鸭子的味道和品质 那么现在条件好了 四面通风就能做出 然后很好地味道 卤质 是温鸭子上桌之前的 最后一道工序 丝毫不得马虎 卤质的汤 要一定的油层 油层就是保持鸭子的嫩 卤出来的部分是肥而不腻 然后鸭子是好夸杂 经过整整十二道工序 精心制作而成的温鸭子 终于新鲜上桌了 哪怕只是来上一小块 就已经让人回味无穷 2000年 温鸭子开始引入其他 以川菜为主的美食品味 变身为以温鸭子为招牌的中餐厅 一步步发展到如今 每天在成都要卖出2000多只鸭子 我们从20个平方到现在的50梦 每餐饭 还是觉得有一点成就感 其实像窝鸭子这样 经历百年传承的非益美食还有很多 他们正是靠着一代代传统记忆传承人的 努力与坚守 才让这些记忆中的老味道 日久迷心 魅力依旧